大家好我就老人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这表直吗 在介绍我面前的这一盘新款万表之前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还记得你购买你人生中第一枚正装万表的时候 你会希望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是三针加日历 还是希望它是一枚即时万表 还是说希望它有个优雅的月像 或者说你希望它是一枚显示功能非常全面的权力万表 但如果告诉你只需要两万多块钱 你就可以买到上面说的所有功能 你会心动吗 这时候你的脑海中肯定会浮现出四个字 叫八针月像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它还有一个来自德国的兄弟 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好好看一看 来自雨连贝利市月像即时万表的全新表款 那么在一起体验新款的月像即时之前呢 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雨连的贝利市系列万表 就如我手上带的这枚熊猫盘面的表款 前不久呢 他们家负责万表产品设计的制表大师Topia Tsama还做客了我们的节目 通过跟他的交流 我对于雨连的产品的设计理念 还有一些造型的细节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言归正传 贝利市系列万表呢 其实最早诞生于2009年 在2015年时候 他们推出了具有标志性的44毫米表径 15毫米厚度的三眼即时万表 这枚万表当时凭借着合理的售价和60小时的洞储 在德国和欧洲逐渐被万表消费者们所喜爱 而真正让贝利市系列万表红爆全球的 就是我手上这枚独特的熊猫盘 当然在2018年 贝利市系列还推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表款 就是他们家2万架为正装表中最复杂功能的万表 带有月像带有权力还带有计时功能 俗称德国版的八帧月像 第一款是白色盘面 2019年增加了黑色盘面的版本 同年还做了一个萨克森古董拉利大赛的限量版本 限量300枚做成了白色镂空盘面 当时很多中国的万表爱好者 对于这款贝利市月像计时的评价就是 颜值到位功能强大价格合理 但唯一就是尺寸有点小大 你看44毫米表镜配上15毫米多的厚度 如果你的万维没有欧美人的身材 那真的厚不住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今年新款的贝利市月像计时到底怎么样 首先第一点今年新款万表一共有4个盘面的配色都在这里 通过屏幕大家可以看到4种不同颜色的区别 而这次新增的配色就是大象灰 不好意思 准确的说应该是类似于奥迪性能车上那种灰色 因为他们的设计师很喜欢汽车 我相信这个灵感肯定不是来自于包包上的颜色 当然了相比上一代版本的月像计时 整体的变化还是蛮大的 首先就是尺寸 原先44毫米的表镜 在新款上被缩减到了42毫米 不要小看这2毫米的变化 这也意味着它的万维适配度比以前会好很多 为什么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这枚万表表尔从上端到下端的距离 现在是50毫米 其次新款的厚度也做了进一步的减薄 现在的厚度是不到15毫米 你想想看这么多指针和功能的叠加 又是一个自动计时万表 能够把厚度严格控制在15毫米以内 真的很不容易 超霸的手动计时万表 厚度大概也就比它少1毫米左右 而且为了配合整体尺寸的减小 你到侧面就会发现 它的整个的壳形设计 也跟之前贝利式的计时万表有很大的区别 总之 怎么让它看起来更苗条 戴起来更好看 就是这枚万表 在外观造型上最大的改变 而且侧面的两个计时按键 现在也变成了更加修长的长方形 从正面看起来 它们也有助于降低整个万表尺寸的视觉感受 来到正面 表盘上所有功能相关的布局并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盘面的一些设计细节有了新的优化 比如说换上了全新造型的刻度石标 还有包括全新的指针设计 另外呢 刻度石标和指针上也都增加了相对应的夜光图层 实用性也变得更好一些 正面万表虽然功能复杂 但是盘面设计简约大气 在市面上也是十分少见的存在 来到背后 你可以看到正面万表所搭载的机芯背透呈现的效果 正面万表的机芯呢 来自于雨莲的UNG-25SE自上脸机芯 在这次的新款上 配备了防磁能力更好的硅油丝 同时洞储增加到了65小时 这里一定有人会问 那它的机芯跟那个瑞士的八阵月像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主要的区别在这里 不管是浪琴还是雨莲 它们都是从斯沃奇集团采购了ETA的基础机芯 然后呢 两家分别对零件做各自标准的相对应的打磨和制作过程 比如说对雨莲而言 要在盘面上把格拉苏蒂这个字印上去 那就意味着这枚万表上至少有51%的零件 它的产地是来自于格拉苏蒂 而从一枚万表零件数量的角度来看 机芯里的零件一定是万表零件数量的大头 怎么办呢 就只能在当地制作很多相对应的机芯零件 把它装在这枚万表的机芯里 所以在这枚万表的机芯上 你能看到的绝大多数零件 都是雨莲在格拉苏蒂本地重新做加工处理打磨 然后装配到万表的机芯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枚万表的机芯背头呈现上 你能感受到明显的那股德味 首先它用两个色系的指针 区分了功能性指针和即时相关的指针 比如说在这枚灰色盘面的表款上 银色的指针全部是功能相关的指针 包含了9点钟位置叠加在上层的小秒针 还有正常中轴上的时针和分针 还有这根末端带一个菱形镂空设计 用来指示日期的日历显示针 而在万表12点钟位置和6点钟位置 这两个小表盘上 两根蓝色的小针分别代表 30分钟累计计时和12小时累计计时 但有一个指针比较独特 它就是来自于万表9点钟位置 第二层叠在下面这个蓝色指针 它虽然也是蓝色 但它其实跟计时无关 它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指示针 其实如果你经常调整这种带日期功能万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能够知道你的指针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对于你调整日期是非常重要的 跟立法相关的星期和月份 都放在了12点钟位置的小表盘的左右两侧 所以这位万表通过三个小表盘和一堆叠加的指针 基本帮你实现了一枚正装万表 你在这个价位里能买到的所有功能 当然了因为有这么多的功能显示 所以这枚万表每次调整时间的时候 也是比较费功夫的 首先拉开表冠第一打 逆时针旋转是调节它的一个日期的显示 而且这个日期转满一圈之后 相对应的月份就会自动翻跳一格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手滑多拧了一圈的话 你还得重新再拧11圈找回相对应的月份 表冠第一档顺时针旋转调整的是月向的位置 这个月向我个人建议手机对一对差不多就可以了 拔出表冠第二档小秒针停走 正常的走势调整就在这个档位上 正反旋转都可以 而星期的调整则放在了万表10点钟位置的这个隐藏按钮上 你可能需要用到专门的工具或者牙签也行 上手的感觉是这样的 你不要小看这两毫米的变化 因为结合了表尔设计造型和整个侧面的改变 所以这枚万表现在戴在手上的感觉 跟戴上44毫米的贝利式计时万表真的不一样 而且现在长方形的计时按键呢 看起来更加现代感一些 我个人觉得万为16以上的用户戴这枚万表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的万为是17上手的视觉效果就摆在这里 因为是一个正装设计风格的表款 所以穿衬衫配正装搭配这枚万表没有问题 只不过呢盘面颜色的选择呢会对于你的着装会有一些相对应的要求 我个人觉得如果选择白色或者黑色盘面的话 其实是更加正装化一点的感觉 而如果选择这样一个灰色盘面的话 其实它会更加的活泼一点 你的着装搭配呢也可以更加休闲一些 当然有一个不足之处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新款万表呢都只有皮表带这一个选项的 我个人觉得它倒是真的可以选择增加钢带或者是橡胶表带这两个选项 因为现在呢这种偏正装一点的风格搭配这种带有一些皮质效果的橡胶表带呢 也是一个潮流趋势啊 未尝不可尝试一下 还有呢就是配钢带的话增加休闲一点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OK节目的最后呢 大家这枚万表再跟大家聊一聊 我对于贝利式月向纪式万表的一些购表建议供大家参考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在这个价位上 这枚万表还是功能相对比较强大 就是你的功能获得感比较强的存在 它的官价呢是两万七千块钱人民币 这对于很多刚刚接触高档万表 又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功能满足感的用户而言呢 在两万左右价位里 它还是一个非常能打的存在 其次就像雨莲的产品设计总监托比亚斯哈曼 之前在咱们节目中说的 贝利式系列万表是有一些他自己独特设计的 我跟大家举个小例子 这枚万表的表壳两边 尤其是在你的这个没有表惯的这一侧 其实啊是经常容易出现磕碰和磨损的 你代表带多了你就知道 因为正常情况下 你需要打磨或者抛光这个位置的话 是要把整个万表的机芯全部拆掉 仅仅留表壳拿去做打磨和抛光的 而在贝利式系列万表中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你只需要把它两边这个可拆卸的金属片拆出来 然后呢这个钢片单独做一下打磨和抛光 装回去就可以了 从这点上看德国人还是用心的 非常考虑到你售后相关的使用成本 第三呢就是我觉得这枚万表呢还是更加适合那些 埋眉万表就是希望来取悦自己的用户 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个贝利式月项计时万表 在两到三万价位里面 不管是你所有看得见的玩得上的用得了的功能上 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而且基金还有背头 你真的很难在市场上找到同价位里 第二个相同的替代产品 好吧 以上就是本期的这表 这么新表体验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于贝利式月项计时万表有任何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或者弹幕告诉我们 我们看到的都会第一时间 打发给你